称,当天,联合国安理会就两份涉及委内瑞拉局势的决议草案,进行了投票。 这两份草案,分别由美国和俄罗斯提出。 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,两份提案全部都没有获得通过。 此次参与投票的是15个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。 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外,还有十个轮流值班的非常任理事国。 前文之所以说,投票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意料,是因为,这是美俄之间的斗法。 双方作为常任理事国,均拥有一票否决权,只要行使自己的这个权利,投票结果根本没有什么悬念。 会议开始之后,美国的草案率先进入表决流程。 美方提出,要防止委内瑞拉的局势继续恶化下去,确保西方援助的物资,能够顺利进入委内瑞拉境内,帮助委内瑞拉人民摆脱人道主义危机。 在投票过程中,15个成员国有9个赞成票。 这些赞成票,显然都是美方阵营的。 另外还有三个弃权票,以及两个否决票。 动用一票否决权的是俄中两国。 这是绝对是非常罕见的一幕。 我们一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,行使一票否决权最少的国家。 几十年来也就用了十次。 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14年,俄罗斯虽然在苏联时期,非常喜欢行使这个权利。 但是,俄罗斯继承了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之后,几乎没怎么用否决权,直接否决提案。 而这一次,两个都不常用否决权的国家,同时出手,显然非同寻常。 实际上,这一次安理会是美俄之间的斗法。 双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草案。 俄罗斯作为弱势一方,只能通过一票否决权来,阻止美国的提案通过。 而我们的否决权,对结果并不会有什么影响。 之所以不是投下反对票,而是直接否决。 这跟我们同委内瑞拉之间深厚的友谊是分不开的,展示出了我们对好朋友的大力之缘。 之后,安理会又对俄罗斯的决议草案,进行了投票。 俄罗斯提案的内容是,通过和平手段,解决委内,如拉当前的危急。 国际上的援助,应获得委内瑞拉政府的同意,才能进入委内瑞拉境内,而不是使用强硬的手段。 很明显,俄罗斯的提案跟美国针锋相对。 在表决之时,七个国家投出了反对票,四个国家投了弃全票。 因此,俄罗斯的这一提案,也没有获得通过。 不过,并未拥绝。 因为,根本不需要,只需投下反对票,就能够阻止俄罗斯提案通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